晚上11點鐘 歡迎您收看今天的新聞夜Pro 您好 我是宇全璇 帶來關心頭條焦點 就是2020總統大選首場的政見發表會 我們看到蔡英文 韓國瑜 還有宋楚瑜三方 火力全開了 先來看到國民黨候選人 韓國瑜大喊了三聲 中華民國萬歲 還質疑蔡英文的台獨立場 蔡英文反問說 難道我們現在選的 不就是中華民國的總統嗎 還回避說 韓國瑜之前進過中聯辦 對中國的態度很曖昧 另外韓國瑜提出要重啟特徵組 如果自己貪污也不得假釋 卻被蔡英文反過來質疑說 高雄市的閨蜜 變主蜜 還有豪宅爭議 韓國瑜現在就講得不清不楚了 何必等到特徵組呢 我們就去看到 這政見發表會上 各候選人是卯足全力在廝殺 那麼發表會結束之後 三位候選人接受了 媒體聯合反訪問 看到韓國瑜跟蔡英文 已久是炮火四射 蔡英文被韓國瑜大喊說 沒有喊出中華民國萬歲 蔡英文反宣韓國瑜說 怎麼不去對岸喊萬歲呢 帶你來看 另外來看到在外表打扮方面 我們看到親民黨總統候選人 宋楚瑜今天晚上 是身穿了淺色的外套 還有橘色的領帶來應戰 他神色自如 還說這已經是老將出馬了 另外韓國瑜則是 搭配了國旗帽 還有國旗胸尖 短短說了一句開心 再來看到總統蔡英文 他們則是以招牌的鐵灰色西裝來現身了 在政見會上我們看到蔡英文 努力想要甩開獨稿機的包袱 但是呢還是被發現 有忍不住 頻頻低頭 韓國瑜方面則是 搭配了很誇張的肢體動作 說到韓國瑜 來看到昨天他受訪的時候 批評說去年的對手 也就是現在行政院的副院長 錢其邁開出了空頭支票 說他選後完全不認帳 被網友大酸說 到底誰才是高雄市長 現在民進黨的議員也批評說 韓國瑜自己一上陣見 都還沒有兌現 還有臉找別人嗎 好 選安焦點 還要帶你關心的是 國民黨主席吳敦營 17號的時候 他說總統蔡英文很衰 引爆了失言風波 更引發了外界批評 對此呢 國民黨的前主席 洪秀柱是力挺吳敦營的 還說這造句改一下就好了 但是呢 朱立倫跟郝龍斌都紛紛表示 應該要尊重女生 似乎要急著滅火 失言風暴不斷 恐怕會重挫 藍營選情 好 我們再來看到 這是大賣場的業者 又推出了新的玩偶了 之前有大水龍跟鯊魚 這次是倉鼠玩偶 好 這尺寸真的很驚人 是有半個成年男子的高度 但是很多民眾還很有興趣 大戰真的長得很可愛 還有人分享說 到底是怎麼把它載運回家的 你看到它真的是放上去 就可以塞滿了推車 還有放在收銀台上面 要去結帳的時候 把整個輸送袋都給佔滿了 好 還有載回家的過程當中 還獨享座位 沒有辦法試上安全帶 因為真的太大了 但是很多人擔心說 真的想要買 但是買回家之後 不只很佔空間之外 還有以後擺走了 張樂的話要怎麼清洗呢 帶你一起來了解 好 現在的年輕人 現在小朋友到底流行說什麼呢 現在好多的流行語 讓大人真的是聽不太懂 最近最夯的一句話就是 小朋友都會說 你是在哈囉嗎 是在哈囉 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就會有時候你講話的時候 我就會說 哈囉 你是有事嗎 的那個意思 所以說現在好流行講這個 還有這個不要旋轉我 就是不要在呼籠我 不要推脫我的意思 還有這個三七七 就是生七七 生氣的意思 我們再來看到 還有哪一些流行的語呢 小朋友說誇張 就是誇張的意思 還有咖啡話 就是在亂講話的意思 還有這個鍋是關我什麼事 還有SKZ 很多人看不懂 SKZ其實是生日快樂的意思 還有這個 O SSO 其實念起來就有 O SO O 適柔的意思啦 但是我們剛才說到 最近六個流行的是 是在哈囉嘛 最近台北大學呢 他們說要替他們的新宿舍 不久之後又要跨年了 很多人很期待要看煙火 現在各地煙火獸的內容 詳細陸續曝光 我們就要來看到 每一年最受瞩目的台北101 今天就公布了他們的煙火主題 就是希望之光台灣 祭出了主獸是300秒的時間 甚至還出動了像是石虎 黑熊等台灣特有種的方式 來開場迎賓 在劍湖山世界 也有首度結合了極光獸 煙火長達500多秒 大家看到一大世界的煙火獸很長 然後是999秒之外 還用籃球大的煙火彈來依照高下 我們需要待您關心 這晚間的時候呢 是2020總統大選的首場政見發表會 我們看到蔡英文 韓國瑜還有宋楚瑜三個人 真的是火力全開了 先來看到國民黨的 韓國瑜大喊了三線 中華民國萬歲 還質疑說蔡英文的台獨立場 蔡英文還反問說 難道現在選的 不就是中華民國的總統嗎 還回避說韓國瑜之前 曾經經過中聯辦 對中國的態度很曖昧 另外韓國瑜提出說 要重啟特徵組 說如果自己到時候 貪污的話是不得假釋 但是蔡英文再度回擊 他說高雄是發生了 閨蜜變矚蜜的狀況 還有豪宅爭議 韓國瑜現在是講得不清不楚了 何必要等到特徵組那時候